今天暗盘 明天就会挂牌 先更新的数据 让大家看看图片 这是淡西国际的 认购反应也算是不错 超额认购28倍 限定价3.3.3 集资净10亿4千万 一手中签率7% 抽15手就稳获一手 如果幸运抽到了 你觉得策略应该如何呢? 今晚暗盘放不放? 通常炒新股 我自己也是 看着招股价 能否收到 但有时一穿就穿 你觉得就要走的了 暗盘始终是小圈子的游戏 你可以等待明天 如果真的收穿就没办法 你问我淡仔 我觉得比想象中好的 也有二十多倍超购 因为近期市场这么弱 新股表现也不太好 也有超购可以 我觉得淡仔有两个卖点 第一个卖点是品牌 还是计划的 香港的品牌股 旺市时可以炒得很厉害 现在是弱市了 考验一下淡仔这个品牌 可否炒一转 第二件事有一个好的因素 就是它是下限定价 因为它是3.3.3 我记得错了 因为高级是4.1 变成一个下限定价 这个价格没有那么高 会否拼得 你从下限定价的位置炒到上 中间位 甚至炒到上下 我想是有这个炒味 不过你看到分配那里 你说一手中签都是7% 但去到A组尾 其实都是7% 你看到它整个A组都是7% 我想它自己 有些公司喜欢这样的 是统一的 我想最大问题是B组 因为B组都中得挺厉害的 全部都十几个% 变成如果你用九成孖展去抽的话 就是说你是要补钱下去 因为你接收的货 是不止你一成的本金 那变成了那些人是会补仓 还是说你持货太多 你要扔出去 那这里多了的供应的股票 那究竟这条街是否接得住呢 我想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啊 那抽到的投资者就要看一看 还有看看今天的市况 因为始终是收市后的暗盘 还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暗盘做买卖 是的 留意着 不过今天的暗盘价 其实也挺有参考 也挺有价值的 即使不可以参与这个暗盘买卖 都留意着